這個產品 那個品名叫做銅鑼燒 銅鑼燒也是國人常見的 歌口的一個小點心的部分 不只是說在營業用 在家庭上的一個製作 也是相當的簡單跟方便 那這個配方的話 你從書本上或者網路上 都可以去查得到 只是說現在家庭自己做的那種口感 現在又分得很細了 如果一般家庭式的製作銅鑼燒 它基本上最簡單的配品 就是有用到所謂的 雞精麵粉、全盞、還有砂糖 基本上銅鑼燒它都有加到蜂蜜 那今天我會為你們介紹 兩支不同的一個配方 一個是我們銅鑼燒浴飯粉 另外就是所謂的冰鑼燒 銅鑼燒粉跟冰鑼燒粉 它有什麼差異呢 冰鑼燒不比適應呢 它除了餅皮煎起來之後 讓它稍微冷卻完 它包完內餡 或者包完這些 慕斯、這些cream 的部分 之後它裝蓋 裝蓋之後它放在極速冷凍 去做一個冷卻 前端監製的過程當中 然後呢 冰鑼燒跟沒有冰鑼燒的冰鑼燒 其實差異度是不大 可是冰鑼燒呢 因為它需要經過極速冷凍的部分 它可能設定的溫度 會在負40度C上下 那這個溫度值呢 是有一些業者它們所測試出來的 一個最佳溫度 那除非是說 你有這些極速冷凍的設備 不然的話 你就要從你的包材 還有你的冰箱的部分 的一個溫度去做控制 才能夠達到這個 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那因為餅皮經過 極速冷凍的部分 它的一個澱粉的老化 或者是說它的 均裂的速度 當它回到室溫的時候 它的冰鑼的一個裂解的速度 這個就有關於那個 麵糊裡面的配比了 所以說 鑼砂跟冰的銅鑼砂 它最大的差異點 是在後端的一個整個包材 還有它的冷凍的設備 來讓它解凍完之後 所出來的一個冰皮的變化 這個是它材料中 最大的一個差異點 因為有各家有各家不同的差異 如果我們去上那個 日本的一些網站 或者各位觀眾也到日本去看過 那些日本現場製作的銅鑼砂 基本上呢 它們都是 就是把麵糊砸了一個大臉盆吃臭 老實說是用湯匙 一塊一塊的麵糊來下 可是我們今天所為你們介紹的呢 是用定量器的部分 來做一個定量的部分 會不會到國內來講的話呢 我們在夜市所看到的 我們有一個聯手器 它有做比較小顆的 就一口香的通膜罩 它也有做一個中型 size 就是標準的一個規格 也是大概7到8公分 甚至有一個到10公分 就是這樣子一個直徑的通膜罩 這夜市的部分 又有做一個類似 麥當勞的那種早餐食用餅 或者說 煎的一個類似很大的 直徑超過10公分的 一個通膜罩的一個面皮 直徑比較長的一個面皮的話呢 它去把它做對折 然後把它先包在裡面 它是相反的 是把那個上層這個餅皮 呈現在外面 或是把那個焦黃的一個餅皮 呈現在那個外面 一般的通膜罩呢 它製作的時間也是很短 大概是 一分半到兩分鐘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翻面了 當你翻面的時候 另外一面只要稍微再煎 就二三十分鐘就可以快速起鍋了 那最主要呢 是有加了兩種東西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除了蛋跟蜂蜜之外 它有加了所謂的醬油跟味 它是說價格的部分 它增加一點點的鹹度 所以銅鑼燒本身的比例 它的含糖量比較高 而且會加了蜂蜜 去減低它的一個甜蜜的感覺 為什麼要加味蜜呢 說可以增加餅皮的一個柔軟度 那這個是所謂家庭市的一個配品 我們國內 金正銅鑼燒賣得最好的 就是這一家 金額銅鑼燒的部分 它使用所謂的自動化機胎 這個是從日本原裝進口的自動化機胎 它可以不用 不用用手 下去翻面 有機器自動去翻面 一台機胎長 接近五公尺 它的蜂蜜還經過特別的主過 它是完全控制在它整個一個 配料的來源 還有它一個製成的控管 它的哆啦A夢的造型呢 是刻在那個烤盤的外面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這些冰鎮銅頭燒 它所包的線呢 就是千奇百怪了 它除了不只有圓形的造型之外 還有類似方形的 類似方形跟形狀那種造型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隨著各個業者 它的一個巧思去做變化而有不同 國內另外一家廠商 它所開發的這個 半自動定量紅筒的一個烤盤 粉漿從這邊灌注下來的時候 它會旋轉 然後上面也有加熱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它就比較沒有翻 早期的銅鑼燒 它只要在平台上面煎的話 它基本上會翻面 兩面的色澤呢 都會很漂亮很清黃 可是這種烤盤的話呢 它因為是 把白色的那一面呢 它是來做包線的動作 所以說 基本上它只有烤熟就OK了 所以說它把清好的部分 存現在外面 然後衍生到後面來講的話 廠商它也很聰明 除了這個原本烤熟的烤盤之外呢 除了這個原本烤熟的烤盤之外呢 那這是它所謂的電色式的烤盤 機台本身的設計會有很多種 我們今天所示範的呢 就是最基礎的 你在一般夜市可能看到 看得到 它是 這一個機台 是那個瓦斯琪的機台 我們今天 所做的呢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兩支 銅鑼燒冷 跟冰鑼燒冷之外呢 打法的部分 除了加水 還有加蜂蜜之外呢 還有加牛奶 我們利用三組不同的做對照品 來做對照 那我們現在先去